这一小盒蜜盒香 是皇上所赐 听说是抑郁的贡品 统宫就这么一小盒 还望姐姐不嫌弃 是蜜盒香味道 只是这香气又微 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出来 这香料果然气味初衷 只打开了一会儿 便沾上了气味 小主刚走 曹贵人宫里 便把小主送的东西 都悄悄丢了出去 他哪会真心收我东西啊 那香料也扔了吗 什么香料 别闭嘴 没你事了 下去吧 这 小主怎么那么确信 曹贵人会收下这蜜盒香呢 他久在华费之下 只穿用度都恪守本分 连寝殿都这样减速 就知道 他从未用过什么名贵的香料 何况蜜盒香的确难得 除了皇后娘娘这样 不爱香料的人 哪有女子会拒绝啊 就算他对我再有戒心 也舍不得扔了这盒香料 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 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 弄逼跟着小主快一年了 小主也渐渐地学会菜多人心了 吃一欠找一支 看着梅姐姐吃了这么大的亏 我还能不害怕吗 其实小主只要学会 能猜准皇上的心意 就足够了 在这后宫中 想要生 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 若想要活 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 安排下去的事情都不治好了吗 不治好了 奴婢和小允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绝无旁人知晓 静小主放心好了 那就好 别辜负了我这一盒子蜜盒香 当真是宝贝呢 谁在外头 小主 内务府送了一些首饰来 你要不要去看看 知道了 明天两家好的送去给安长仔 再转告竞品 说明天晚上我过去陪他说话 时候不早了 你的祭品都烧了没有 我正要出去呢 你好 早去早回 也替我烧上一份 为我尽点心 是 冠婢 我要去贤月阁 去见梅姐姐 小主怎么突然要去啊 皇上不是说 无诏 任何人都不能去见梅中小主的吗 我一直惦记着梅姐姐 有些话必须要当面问她 冠婢 你是我的陪家丫鬟 宫里将过你的人不多 我便自称是您 有紧细带着 去贤月阁送东西 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 只等入夜 看守的侍卫交班时猛混进去 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可是小主 这万一被发现 可是欺君的大罪 您现在圣圈正龙 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 等一下我只想低头走路 不会叫人发觉的 圣圈龙与不龙 我都是要去一趟的 今晚皇上毒素 实在好不过的机会了 小主可要三思啊 我心里有数 皇帝 你在寝殿里待着 千万别叫人看见您了 走吧 姑姑出去啊 嗯 小主请去换衣服吧 小影子在里头候着呢 但愿今天的事只是我白费心情 你们快去吧 小心行事 是 小主来了 静平娘娘在吗 在 小影子你在这里等着 等 小影子 娘娘万福尽安 家门事就进来了 吓我一跳 娘娘好兴致 嗨 没事做 拿料子搜紧肚兜 来来来 看看这些肚兜做得怎么样 如意倒茶去 是 不忙 我与娘娘说说话 快儿一进来 倒扫了咱们说话的兴致了 也是啊 我平日里也见他们在旁边拘束得很 倒不像我拘束了他们 倒像是他们拘束着我似的 娘娘就是这样耗尽 宫里的烦心事多 要是自己不让自己心静 这日子该怎么过 娘娘叫回的是 华妃娘娘驾到 华妃 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她来自有她来的道理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弦乐阁去了 说是 晚归人身边的锦西姑姑 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 给梅庄小主呢 知道了 咱们听听动静再说吧 好啊 锦西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 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 因东西不少 特意带了两个 碎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 却并未见晚贵人前来啊 方若姑姑说的正是 奴婢只是奉晚贵人之命 前来送些东西的 并未为考皇上旨意 四字与梅庄小主相见 是吗 博士说锦西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 怎么眼下只有你 和你身边这一个 那一个呢 那一位是四语仙中的宫女佩儿 由于宫中有事 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是吗 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儿废话 本宫听说有人擅闯贤岳阁 探视禁足公平 于宫归圣旨不和 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雷庄小主禁足 皇上有旨看管 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那可未必 这宫里侍宠儿教的人不少 搞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稻子胆呢 皇上 靳平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 说是华妃娘娘在贤岳阁外闹开了 好像是疑心有人 擅自闯入了贤岳阁私会梅庄小主 说要进去查处呢 简直没有一日安省 带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娘娘里面实在没有旁人 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 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 望娘娘恕罪 你竟敢阻拦本宫 奴婢不敢 你到底让不让开 娘娘 娘娘不能进去呀娘娘 皇上驾到 快起来吧 谢皇上 什么事这样吵 臣妾听闻有人违抗圣旨 所以特来扯扯 皇上嚣嚣 皇上嚣嚣 你怎么已在这 陪庆平娘娘在里头说话呢 华妃娘娘万可亲安 你怎么在这儿 否则嫔妾该在哪里啊 嫔妾再和庆平娘娘作伴呢 小主叫奴婢好找 原来是去了庆平娘娘这里啊 小主交代的送给沈答应的东西 奴婢已经送来了 方才在庆平殿里听到好大的阵兆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华妃不在清凉殿 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臣妾听闻有人擅闯贤月阁 擅自探视清族妃嫔 所以特来查看 有皇后的首令吗 臣妾急着赶来 还未来得及求皇后的首令 朕进族沈答应的时候说过 非朕的旨意 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 你忘了 那你搜宫结果如何 掌事宫女风若阻拦 臣妾还未遗见 很好 不愧是朕御前的人 奴婢谨遵皇上旨意 不敢有违 皇上 怀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 必然是有证据才来的 不如去咸月阁查上一查 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 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 皇上意向如何 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 若还背上违抗圣旨 不遵皇上的罪名 臣妾也实在不忍心 还请皇上派人入咸月阁查一查 好还沈答应清白 嗯 沈答应虽戴罪尽足 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 苏必胜 奴才在 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知道了 回皇上 里边除了沈答应跟几个侍女之外 别误他人 残妾惶恐 无提人言 咋引起近日误会 万望皇上受罪 朕知道 后宫一向是流言纷争不断 你协礼六宫多年 你应该懂得是非情重 臣妾失常 还请皇上恕罪 朕以为 你闭门寺过之后已经改过 不想却是越发急躁 朕不还想赴你协礼六宫之权 今日看来 竟是大可不必来 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吧 别再生出那么多事了 谢皇上恩典 不许再去见文艺公主 免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皇上 臣妾还有一言近于皇上 说 臣妾想沈答应尽足两酒 一直安守本分 不知可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 这一来实在无需耗用宫中数位 二来贫妃众多 守卫在此多有不便 也叫人看着不安呢 也好吧 人在你宫中 你要费心照应 臣妾礼命 臣妾先告退了 还好 没有牵连到你 臣妾不会自射险境 也不要违背皇上的旨意 皇上起驾 臣妾恭送皇上 本宫一时疏忽 竟中了你的计 是不是疏忽 娘娘最清楚 你近日摆本宫一举 本宫没能遭到扳倒你 实在是本宫的错 娘娘说笑了 大家同为姐妹侍奉皇上 这话若是被皇上听到了 皇上可又要生气了 你今时今时心宠尚未 自然得意 可惜本宫左下 均容不下你这种 贵迹多端的人 容不容得下 是娘娘的气度 能不能让娘娘容下 是嫔妾的本事 宫中时日还长 我们走着瞧吧 回宫 你不怕 你不怕 我饿了 你不怕 优优独播剧场 他是个小小的 你怎么能运务 你怎么不 esper 你怎么办